你们想知道一个人死后的整个过程吗 想不想知道 先告诉你们一点 不怕的人听了之后觉得 没关系我不会去 怕的人呢 听了之后 最后我不要去 你们知道 很多死过的人活过来之后 他是怎么感觉 车一撞 他自己当时的感觉 都是有舒适回忆的 啪一下子他在空中 他看见这么多的医护人员 在抢救他 在给他打强心针 在给他安利工 起搏器 大家明白了吗 是这样的 很多人 但是 他实际上在上面 他一点没有痛苦 因为他们抢救的 是他昏迷的肉体 他的灵魂在上面 他看见大家在抢救他 他很知道这个肉体是我的 那么我暂且说 抢救回来了 抢救回来了 然后呢 慢慢慢慢苏醒了 他的魂魄就下去 他感觉他就在空中 他看了所有我 这个就是人的魂 魂魄离身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跟大家讲 抢救不回 回不来的时候怎么办 抢救回不来的人 突然之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之后呢 自己就朦朦糟糟糟的 从一个 还讲给你们听啊 就是说 在抢救不好的时候 他的意识还听得到话 边上人所有讲话 他都听得见 他会听见一声说 sorry 假假的 sorry 明白了吗 死了 他全听得到 他听到了之后 他魂魄离身 飘 飘到一个黑乎乎的 像隧道一样的东西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 很多人都很有文化 很有知识 你们肯定听到 我台长讲的这些事情 书上都看了 到一个黑乎乎的隧道 你们这叫什么隧道啊 大家都知道吗 时光隧道 这个时候 你经了黑的东西之后 慢慢慢慢慢慢的飘 你不认识 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慢慢慢慢的时候呢 你就一到这个地方 哎 总算有亮光了 一看见有亮光的时候 醒过来 觉得哎呀 这什么地方啊 怎么亮油油油 什么地方啊 很开心 哎 这什么地方 然后呢 脑子里一想呢 我要回家 他就想回家 他当时想回家的时候呢 他只要在这个空间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是灵性世界 实际上他虽然在我们这个世界里 但是他一定是看不见的 在这个灵性世界里面 你们知道他随之而来的是什么 随之而来的就是 他脑子里一动 我回家 他就到家里 一到家里之后 他看见他太太跟太太打招呼 太太不理他 看见他儿子跟儿子打招呼 儿子不理他 最后一看墙上他的遗像 轰一下 轰过去 哎呀 我死他 一昏过去 七天醒不过来 这就叫做头七 你们从小就听家长说 人死了要做七七四十九天 你们知道什么的过程 我昨天晚上还告诉我们的听听 很多人为了证明他的亡魂 他的鬼魂回家过 把那些香灰啊 撒在供他的那个拖台上 前面撒喊 到了午夜两点钟三点钟的时候 他如果来过的话 第一听得到声音 第二看得到降音 这就是回来过来 所以当一个人进入黑的石道的时候 他还会看见很多很多过世的亲人 这是真的事情 你们现在活着都能做不做到自己过世的亲人 你们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已经进入地土的话 他会不会见到他过世的亲人 见到你们的爸爸 见到你们的妈妈 看得到 然后那个时候会哭的 鬼哭 像狼嚎一样 所以有句话 叫鬼哭嚎 你们可以去问问 刚才刘小姐 她上来讲话的时候 她的先生在家里面有叫嚎 跟狼嚎一样 鬼如果在你身上 叫起来的声音 你惨不忍住 你听都不能听 听得懂吗 所以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全是假的 这些都是真的东西 看见自己的亲人 会拥抱 会自己难过 会自己相拥而骨 爸爸妈妈 我在哪里啊 你在地府里 我怎么办呢 我真想投胎啊 我想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去不了了 这个时候 只有靠阳间的人 给他念经 一般的七七四十九天 念四十九张小房子 能够把他完完整整的 超度到人间 但是你在人间 坏事做得太多了 你不一定能够投一个男人 你也不一定能投一个好人家 你可能会投一个很重的人家 我们算算看 在人间 哎呀 投人了 真好 你投的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投到农村 你投到很多山上的孩子 他们连裤子都没有 布都没有 对不对啊 你如果投一个 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人的过去 是不是人啊 可能不可能 道理都是一样 所以大家要记住 投人得要投得好 单单四十九大小房子 能保佑他投一个人 但是不能保佑他 能够投一个好人家 那么 接下来 我把 17749天 那个时候是自由忘魂 这个魂魄是自由的 然后 又过了几天 醒过来之后 又想到了 哎呀 我死了 又被风过去 难过了 我的太太 我的老公 我的孩子 我的家 他一想起来 他就又疯过去 那么 他会看到 一团闪光 这团闪光呢 就让他知道 接下来 他就到了一个审判厅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叫阎王老爷 到了那个地方呢 阎王老爷 什么都不做 把那个电影一样 给你放一杯 你的一生 就在脑海里 好的坏了 你做过好事 做过坏事 噓 你全知道 就像很多人 做梦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但是 他可以在广播电台里 打进电话 跟台长讲半个小时 道理是一样 看着 全部都有 你们所有做过的 好事坏事 一个都逃不掉 全部在上面记住 看完之后 叫你羞愧难当 然后他判你 你 我到地狱里去 求救啊 不要让我去啊 没办法 判了 这就在地狱里面 判人 就跟我们现在人很多 还没死了 已经开始到下面去 接受惩罚了 接受什么惩罚 人还没死了 先每天把他 魂拉到下面去 做噩梦 追他 杀他 打他 这也是痛苦嘛 如果一个人几乎 三天两头 做噩梦 这不是给他惩罚吗 还要讲吗 接下来 那么 根据你 善恶的评判 去什么地方 然后呢 像看电影一样 然后 就让你到了 这条边界 这条边界 是什么地方呢 就叫区域 区域呢 就是今生 和来世的区域 你今生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经常说的 很多家长 没有投胎 在地府里面 你过了这个区域的话 你就是投胎 是来生的地方 大家明白吗 那么 如果你走过去 你就是进入了 你的来世 你走不过去 你就在地府里面 慢慢待着 就是你有资格 没有资格投胎